你会生气啊 人家讲你坏话你也会生气咯 人家叛逆你也会生气咯 因为以前就顺着生死流咯 现在回公返照咯 给你痛苦的你感谢他咯 给你内境的你感谢他咯 把仇恨变成感恩了 生死慢慢慢慢就脱离 慢慢的脱离 慢慢的脱离慢慢的脱离 禅宗里面讲的动念极乖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到的只是新的影像 那不实在的 对不对 因此 当我们了解以后 哦 你就不会说 哦我想要去做皇帝的贵妃 因为皇宫里面就是斗争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 皇帝不必羡慕 贵妃 你也不必挤破头 学佛做自己就好 知足 是从内心充满的智慧 内心充满的智慧 记住 不要制造逆境 不要得罪你四周围的亲戚朋友 你的先生爱人啊 或者是你的老婆 他不信佛 他的事 我们信佛 记得 不要跟他解恶言 他不信佛 是他的自由 你的另一半 不信佛 阴言不记住 没办法 你也不能把他当作是敌人啊 你总不能说 哎呀 前面 老公 你好 老公转 转一个头 才走出门外的 业障 手就指出来了 那更一样啊 你以前没有学佛 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学佛又 I'm lucky woman 我们很幸运的老女人 Lucky old woman 幸运的老女人 学佛了 是推断思量者 在维持百法中 称为世心所 是心所有法之一 心所有法 诸位 心所有法之一 就是这个心所 诸位 心王跟心所 稍微解释一下 心王就是八四 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身是 义是 摩托是 阿赖也是 这个就是心王 心王 心所就像大臣一样 国王 为什么称王呢 王就是主宰啊 眼 耳鼻舌生意 第六 第七 第八 意思 就是心王 八四心王嘛 对不对 八四心王 心所就是像大臣一样的 国王出去 大臣就跟着出去 国王出去 大臣就跟着出去 国王去打猎 大臣就会跟在旁边 去打猎 国王上殿 大臣就会 在这个上殿 撇着金城 撇着这个国王 所以国王在 大臣就在旁边 心所就像大臣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一个很善良的人 平常做慈善习惯的人 看到一条狗 眼睛看到一条狗 这个眼是八四心王 眼睛看到一条狗 在那边病苦 哀嚎 他的灵敏心就出来了 赶快要把这条狗救出来 比如说他被 这个 夹子夹到了 或者跌落水沟了 台湾常常有发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 饥饿了 头发都掉光了 生病了 虽然是一条狗 可是这个人很善良 很善良 对不对 善心所就现前 诸位 厌世现前 善良的心所就现前 救众生的心 马上心所就现前 好 众生就不一样了 眼睛一看 明牌 眼睛一看明牌 心就马上说 我要拥有它 贪就出来 贪心所 心是 心王 心所就一下子 马上就 如果是 很有善根的 某某记事 现在文书讲堂正在讲 那年经 耳朵一听到 一闻到这个 讲经 我要去 心所就现 心王 耳朵 心王 我要去 听经文法 马上 善根就现前 心王 心所知道吗 马上就 负荷 所以有 五十一个心所 这个在 白法明门论里面 讲得很清楚 所以心所有法 之意 就是这个心所 是属于 心王 心体的作用 所以就是 如影随形 所以就是 如心影 犹如树之影 并非树的本身 然见树影 即之有树 心所也是一样 心所不是心 是附带的 然见心所 即之有心 看到了大臣 就知道一定有国王 然见心所 即之有心 一贯阿难 如今 即一之道 无上菩提的 圣母他露 而且 验出三界生死 所以我今 父问如 一个问题 这样说完之后 即时如来 集起他指摸 金色的手背 并驱起 五只 千佛伦的手指 而成为全相 而欲阿难言 如今 看见否 阿难言 我看见了 佛言 如何所见 你看见了什么 阿难言 我看见如来 举起手背 后 驱止而成为 光明 闪耀之权 其光照耀着 我的心 一目 佛言 如将谁见 那么你是用什么 来看的呢 阿难言 我已 在此会中 所有的大众 都是同将眼来见 佛告 阿难如今回答了 我说 如来 妻子成为光明前 照耀 乳之心目 这么说来 奴目 既可 知 奴目 既知 可见物 则 何为心 当我全耀 正当 你看着我的光明 全耀 光明前 放耀之时 你把你的心 拿起住 什么用去了 阿难言 如来 现今 真问 我心之所在 而我以心 各处 推求 穷尽 四方 寻觅 奔足的结果 发现 即使能推穷 寻足者 我将之认为 是我的心 佛言 多 阿难 此能推着 并非如之 真心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的思想 思想家 作家 文学家 等等 统统是意识心 没有一样 不是用旺心 在做事情 所以师父 重复地强调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佛陀 来视线 成佛 一个都别想醒过来 一个都没有办法 包括我在内 所以师父 很幸运地 听到了证法 我今天有这个能力 来跟大家分享 佛陀的证法 我们统统要感恩 我们的教主 释迦世尊 由于释迦世尊的 吃尽的苦头 而悟到了 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福性 都有这个真心 我们的可贵处 就是幸运 除了幸运以外 我们更要做一个 高人一等 佛地址的修养 一定要比世间人 好的 好几百倍 好几千倍 不然说 佛陀的弟子 既然为佛的弟子 有一个善良的心 有一个波勒的智慧心 所表现出来的涵养 比世间人糟糕 世间人脾气还没这么大 还没这么无知 可是我们学佛的人 所表现出来的 却比世间人糟糕 那么就是伤了佛陀的心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的涵养 我们的容忍度 我们的气度 我们的哑量 我们的凶量 一定要比一般人更大 所以记得 佛教要兴盛吗 凶量放得越大 佛教就越兴盛 福弟子自己本身凶量 就很小就内斗 佛教就是会走向灭亡 学佛路要越走越宽 不是越走越窄 记住师父所讲的话 好 二八二 全论 这是第二度真心 为如来意愿 阿难在七处破旺之后 有没有任何醒悟 以及成果检验 但阿难还是执名不悟 他还是说 我与大众同将眼见 实施坚固执着 然亦破词迷子 实非意思 因为这是凡夫最根本的记着之一 把眼当作是能见者 不知能见者是心 而不是眼 眼只是一个通道而已 就像照相机最外边的镜片而已 真正能摄影的是后面的软片 并非镜片 然凡夫之人 但见表象 只以为实 事故 眼为能见 凡夫皆视为当然 无可质疑 无可质疑 而此事 凡情所计 其事不然 此其一 其次 凡夫之人 又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记着 也就是阿难所显露的 极能推着我将为心 前面第一个记着 记眼为能见 那是一般凡夫 解锁 共计 记就是执着的 现在这第二个记着 就是比较有思想 有学问的人的记着 能做这样的言说之人 事俗称之为思想家 或者是哲学家 阿难所说的 极能推着我将为心 这个说法正好与法国 启蒙运动时的先驱哲学家 迪卡尔 所说的一致 迪卡尔的名言 就是我是故我在 这是迪卡尔 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也是其著作 方法论的主旨 其意味 由于我在思考 所以可证明我是存在的 因此我在思考 这个事实 是我存在的一个名证 换言之 我若不思考 或者是我不觉得我在思考 则我等于没有活着一样 因为那样等于 只有一句七可在活着 只有七可存在的生命 不能说是真正的存在 唯独我有思考 唯独我有思考 有思想的时候 才表示我的存在 因此对迪卡尔来说 能思考是灵魂的意义 以动物没有灵魂 这是传统基督教的教义 所以他们不能思考 这是西洋违心论的说法 但他有别的其他的违心论 在于他基本上是一种反动 他指以 十六世纪以前的传统 经验则写 说一切都是神的意志 或者是神的恩典 人不能得救 人能不能得救赎 或者是下地义 乃至宇宙万物之身 或者是灭 皆是神的意志 因此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因此人只要靠神的意志便可以 人自己甚至可以不用思考 基督徒就这样子 我相信神的 祷告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完全靠神了 跟佛教大不相同 佛法回归理性 佛法回归智慧 佛法回归如来葬现 自己做得了主的 更有尽责 人若想要有自由意志的话 那是违背神的意志的 因为人是神所创造出来的 神要怎么样 人没有权利过问的 别人就信得下 可是我信不下去 而迪卡尔由于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 甚至怀疑这种说法 他觉得人应该有思想 他主张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而这自由意志就从人自己有思想 或者是能思想体现出来 一七一 人唯有自己能思考 才能表示 我认为你能思考